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上节课呢 我们看了两个模块 一个是相册模块 一个是栏模块 那这两个模块的特点呢 都是无限分类 所以呢 在咱们的演示项目中呢 用了两个无限分类 那找到他们的共同点 想办法写出一些公用的部分 这就是上节课咱们的重要内容 那这节课呢 咱们来看一下后台的其他的模块 那其他的模块像 图片管理 文章管理 混同片管理 那这些模块呢 都是 跟其他模块都类似 但是呢 都属于内容模块 那这里边 咱们也是挑一些重点的 来说 先看一下咱们的 相册模块 那在后台里边 先看一下控制器 先看一下图片模块 相册模块 那上节看到了 看一下咱们对图片的操作 有这么几点 先看一下演示 首先呢 可以添加图片 那这里边呢 用到了很多跟GS相关的东西 比如说 首先呢 添加图片的话 你必须得选择一个 什么 必须得选择一个 他所在的相册 因为他得有一个分类 放到哪个分类下面 你不放在分类下面呢 是不容易管理的 然后你可以直接添加 添加 比如说 添加一个图片 这样的话 这个图片就添加过来了 一点的图片 可以看一些详细的信息 然后呢 这里边呢 也可以对系统图片 因为直接转到系统图片 你可以 转到根下面 一共是44张图片 你可以通过分页 去来管理 查看每图片 还可以将选中的图片 比如说 选中的图片进行删除操作 等等 这就是图片的管理 那在添加图片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边 可以对图片进行处理 因为图片也属于内容 那既然是属于内容的东西 那内容也需要优化 所以呢 大家通常去优化成员的时候 经常说优化都是代码的优化 其实内容也是最主要的优化一部分 比如说 咱们的图片 现在用那些单反相机 照的一些图片都非常大 如果你直接用这么大的图片 那对于网站的速度 就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呢 咱们对上传的图片 一定要处理 那最起码做缩放的处理 如果你是做一些商城 或者什么一些原创的图片 你最好加一些水印 那加水印呢 一是起到广告的作用 那另外呢 就是什么 防止别人倒用你的图片 那给你造成一些损失 所以呢 咱们图片默认上传图片 系统呢 会有一个设置 在这地方 只要是上传的图片 咱们就让它不超过多大 最大尺寸 然后如果你设置缩放的话 再缩放多少 因为对于一个上传图片的来说 做图片的列表 一定要用小图片 那真正的这个图片 用到这个展示这个图片的时候 咱用到真正的大图片 所以呢 咱一般的图片上传一个图片 就像上传一个头像似的 要把它分割成几个不同大小的图片 这都是图片处理的时候 应该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再看一下 那添加图片 我们除了除了要选择相册之外 然后你可以用它生成缩略图 那这样的话 就会有一个缩略图 看一下 比如说 同样还是这个图片 点击 确定 那这里边现在用到的就是 缩略图 一点开之后 用的就是 这是展示这个缩略的一个图片 然后你在真正使用的时候 有大图片和缩略图 两张图片去用 那做这样图片的列表 尽量用缩略图 而真正的在使用图片的时候 尽量使用大图 这是咱们的一些添加图片的时候需要处理的 然后咱们可以用GS 比如说咱还可以除了缩略图之外 你还可以给它加上水印 两个可以同时选择 比如说 我现在选择一个这个图片比较大的 添加 我还没有选择分类 添加 那这样的话 这个图片就会上面有个随印 你看 细说PRP 这样的话 别人在倒用图片的时候 他会留你这个印记 然后呢 我们可以同时添加多个 咱们这里就使用咱们框架里边的文件上传类 添加多个 那添加多个的图片的时候呢 如果有一个失败的话 整体呢 我都会设置这样的失败 因为好多系统里边 你要是有成功有失败的话 用户失败的从存 他不知道哪个成功哪个失败了 当然了 如果对于这样的系统的话 咱们尽量用一些flash 或者是GSC插件 比如说用拖拽的方式 好多网上都有那种拖拽的方式 把上传图片有一个预览 哪个要哪个不要 选择最后一个上传 那样的插件是最好的 所以这里边没选择插件 就自己随便写了一个多个上传的一些界面而已 好 添加 还没有选择分类 比如说系统图片添加 那这几张图片一起都添加过来了 上面都是加学印的 这是添加图片的一些特点 然后管理图片呢 那就是一个列表和一个删除 和你可以搜索哪个下边的图片 还是全部的图片 还是比如说幻灯片 下边用的图片 当然这也就一张 这是图片管理 那图片管理呢 需要处理的地方不多 那我们看一下 他这里边 我们已经开启了 需要的操作 就是一个列表 那列表就把图片都 都拿过来 然后加一个分页的处理 那分页多少个呢 通过配置文件指定 然后 栽在相册里边 把什么 把上几个咱们说的那个下了列表 拿过来 就可以了 然后获取到 在前台一显示 就行 如果这块没有传递 它的负ID是哪个类的 那就负ID是空 那就显示全部的图片 然后添加呢 就是一个获取列表 只不过里边 添加就是那刚才的一个表单 获取表单 只不过里边有一些GS的特效 可以点击加一个 就是创建一个元素 往下加 因为GS呢 咱们不是咱们重点 所以这里就不多说了 然后插入的时候 就是一个文件上传 上传多个 上传的时候 咱们设置按配置文件这里边缩放尺寸 去添加 设置缩放 如果没指定缩放的话 就用系统默认的那个 最大的那个缩放 如果指定缩放的话 就按你指定的缩放去处理 因为咱指定的缩放里边缩放了 50乘50 然后 如果上传成功 那么我们 分别把它插入到多个图片吗 分别插入到数据库多个记录里边 如果失败 咱们处理一下 删除的时候就直接删除就可以了 这删除 但是呢 有些图片比如没有必要的删除 但是有一些文章中影用的图片 尽量呢 去不删除控制一下 那下边这个操作呢 就是咱们在添加栏目的 阿杰克斯打开的一个操作 里边用上了一些阿杰克斯的分页 也就是这部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阿杰克斯分页呢 前面我终点讲过 比如说添加栏目的时候 我一选择 这个open打开的一窗口 就是刚才那操作 然后这里边下一页分页 是阿杰克斯分页去使用的 这块 然后选择一张图片 过来 这在添加图片 那界面上呢 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就是普通的一个便利界面 这是看大家 DIV加CSS 和模板的使用的一些情况 这是咱们要说的 图片管理相册 它是属于 这块 只是一个普通的栏目 那看一下文章管理 文章管理呢 是咱们最主要的管理的内容 最主要的管理内容 所以呢 添加界面 咱们用到了CK的插件 那里边呢 添加文章管理文章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一个 比如说我在P2P下边添加文章 标题这是 比如说 这是一个文章 关于P2P的 然后摘要 看一下 我这里边复制几份 然后文章来源 比如说 兄弟 连 然后关键字 比如说有P2P的 关键字 比如说 有 兄弟 兄弟 连 这样的关键字 然后假如说 是推荐文章 然后呢 这个文章是否允许评论 允许 那这块 添加一下文章的内容 假如说 我再上传一张图片 这里边上传 跟刚才那个相册 那个上传 是没有大关系的 看一下 然后添加 添加成功之后 比如说 我到管理文章的话 就会有一个这个文章 现在默认 这个分类下边的文章 是可以直接 允许审核通过的 有些文章 不是审核通过的 像这个 你就可以点一下 通过审核 然后这点一下 允许评论 然后这个文章 最主要的是 我们在前台 看一下 到PRP分类下面 找一下PRP分类 这是PRP的文章 前面那图片 是刚才删掉的 看这块 最主要的是 看一下 查看原文件 看一下 这是作者 你看关键字 就是我刚才录的关键字 在这块用到了 然后描述 在这用到了 这样的话 搜索 你先搜索的时候 搜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标题上显示这个 按这个关键字 和标题上的关键字 可以搜到这篇文章 然后呢 在搜索引擎里边 简短的描述是这一段 所以大家要考虑到 这方面的一些细节 当然这关键字 除了这个 我站内用了一个站内的搜索 没用斯腾克斯 和一些第三方搜索 所以呢 比如说 按关键字搜索的时候 我比如说搜一下PRP 刚才我已经指定 关键字是PRP了 所以呢 也能搜到 刚才的 这篇文章 刚才最新 这块 这是一个关于PRP的 按关键搜索 按标题搜索 按内容搜索 所以这都是用到 关键字的地方 看一下 这是文章的 添加文章需要处理的 还有修改文章也是一样的 但这里边最重要的是 添加文章的时候 比如说 这个的处理 这是咱前面也重点讲过 这个文件上传的操作 因为咱们现在用的是一个 CKACTOR这种文本编辑器 那这种文本编辑器呢 是咱们可以设置它支持上传 那不光是这个有上传 咱说了 在这个时候咱们要对比一下 在添加公告的时候 里边也有一个添加图片上传 它俩是一样的 所以它俩一样的呢 根据咱们前边 我给大家介绍的 用CKACTOR这种编辑器 咱们是在这个类里边 封表单里边 你看一下 这块 因为只要是上传的话 允许上传的话 就有这两个 上传的图片 上传的flash 那两个都支持上传 那如果这两个操作上传的 因为这两个都是上传同样的图片 你操作如果写两个的话 有点 就是代码重复了 咱说代码重复 一般的把这功能写到model里边去 但是写到model里边呢 会有一个问题 model的东西 必须得在控制器调用的 才能处理 而不是通过UR直接访问 而这块呢 上传的必须得直接访问 所以这两个不能按model来算 必须得来按操作来算 而两个操作又是一模一样的 那一模一样的呢 我不建议大家 建议大家单独写 但是有的时候呢 好多人问我说 一样的一模一样操作 能不能公用 可以 但是公用呢 对于咱们的框架来说 或者是其他长度框架 都不建议控制器去公用 也就是 你看 所有的程序都有资产改查 那把资产改查 公用可不可以呢 这是可以的 但是呢 业务流程呢 看起来就是会乱 就像一个公司里边 比如说人事和行政 好多公司放在一起 那这样会节省一些资源 但是呢 毕竟是职责分的不太清楚 所以控制器 我不建议大家公用 尽量去写两遍 但是呢 有一些是程序内部的去操作 而不是用户直接去访问的 这样是可以公用 所以公用呢 咱在model里边 如果有公用的部分 就是写成一个负类 而控制器公用的部分呢 咱们说控制器里边 再写控制器 不写构造方法 不写吸过方法 然后呢 每个方法 不去私有的封装 不写参数 不写反位值 要的就是流程简单 对吧 而如果他得写继承呢 要继承的话 要强制让他可以继承一个类 让两个控制器的操作 可以公用的话 那这样的话 流程又不清楚 所以咱们要求控制器类 不能单独继承一个类 要么默认继承这个类 要么直接继承action 这就是要你强制使用 MVC模式的一个特点 但是像这样有公用的部分 那比如说刚才 公告里边有添加文章 有添加那个添加文章 添加公告的时候 可以上传图片 添加文章的时候 可以上传图片 那这两个上传图片的操作 又是系统给我们提供的 而不是用户直接访问的 像这样的话 可以建议公用 但公用的话 你写到哪呢 尽量把它写到这个里边 你看 因为所有的控制器 都进成这个 我把支持上传图片的 支持上传flash的 如果我放在这个里边 那这样的话 所有模块里边 如果用到ccactor 那上传的处理 都可以直接调用 这个操作来完成了 也就是你自己就不用去处理了 不用在每个模块都处理了 有一个这点好处 所以在咱们这个里边 上传的操作是up 你迈着上传flash是这个 所以把它写到这里边 所以大家在找这个 好多人问我说 这个上传怎么处理的 现在你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通过前面咱们ccactor 那个温编器的将写 你再结合咱们项目 而不是把这个分别写在公告里边 分别写在 公告里边和分别写在文章里边 作为操作 而是把操作作为功用 这样的话 所有的系统的都可以介绍这个 当然最好限制下权限 除了这两个模块 其他不一样的操作 这个就可以了 而我这个系统演示像没有去设置 你要是不设置的话 那别人就可以借助于这个机会 可以往你添加一些垃圾的东西 把你系统灌满 这也是一个安全漏洞 所以大家得检查大码的时候去处理 当然我这个是演示像没有处理 也是一个反例 告诉你什么时候该用 什么时候不该用 这块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边上传的时候 前面已经讲过 就跟正常上传一样 做一个上传 然后设置加水印加什么东西 所以公告和 公告和添加文章都需要 上传这几个类型 然后呢 都可以缩放 都可以添加水印 所以他上传的图片 都是直接有这些东西的 然后这上传 上传放到session里边 是为了删除 update 这块 所以说 如果你用这工具上传 这两个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咱们前面有重点说过 如果是删除公告 或者是 比如说管理公告 我现在把这个删除 那这个里边的图片 也要将它删除 这前面咱是讲过这个算法的 那删除文章的时候 你看管理 内容管理 管理文章 删除文章的时候呢 咱们也需要把这个 什么 它中的图片删除 这样删除的时候 都需要把里边的图片删除 或者你选择多个删除的时候 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删除的时候 咱前面也是说过的 那这里边 跟前面的算法一样 只不过这里边给你 多看一些 怎么程序 是怎么分配的 你看 看一下添加文章 文章 这也是添加文章 所以添加的时候 你一定要怎么分两部分去处理 这列表的时候就不用多说了 跟公告啊 或者是有钱连接列表都一样了 加多搜索 加分页了 添加之后也不用多说 主要是 插入的时候 你看 添加文章的时候 前面我给大家 因为这个功能是给大家写过的 先把内容拿出来 再把这个post数组内容删掉 删掉 然后 先插入文章 自动验证 插入完之后 再把修改的东西后进去 而相册也好 或者是 不是相册 就是那个 公告也好 和这个文章管理也好 他们这两个里边有相同的一些处理的过程 删除处理 相同的过程 所以相同的过程呢 也要将什么 用model去处理 这是一个重点 刚才说了 上传是相同的过程 删除也是相同的过程 所以呢 咱们把删除的东西 因为它不是操作 就是处理 所以写到model里边 所以这里边我有model的 model有文章的model 但是这里边是空 目的是让它继承CK 看到这个 然后呢 公告 你看一下这里边 也是孔 也是继承CK 因为公告有公告的处理model 然后呢 文章有公告的文章的一些删除的处理 那它俩都是继承CK 所以呢 CK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文本编辑器的功用部分 所以起来这个名 那这里边就有 上 就是添加图片的那过程的操作 和删除的操作 它们两个都是公用的 所以写在公用的model里边 那这个如果我用图画一下 操作就是什么呢 你看 这是公告的操作 就是公告的控制器 这是文章的控制器 这里边我写一下 公告 NOTIC的控制器 这是文章的控制器 ARTCLE 那它们两个如果有相同操作 当然是吧 你把相同操作写到一起的话 是有可能是引起争议的 那这两个呢 咱们说这样做 有都能解释通 比如UP 上传图像 或者上传flash 等等等等 这两个操作是公用的 可以让它进入这个 而这里边的 处理这个图片的添加和删除 那又有各自的什么 又有各自的model 又有各自的model 一个是 这会咱们用镜头画一下 继承关系得用镜头 各自的model 一个是公告的model NOTIC MODL 然后一个是文章的model 然后 这下面这两个是控制器 然后他们两个里边 其实这两model里边什么也没写 因为他们两个处理过程相同 所以呢 我就采用了一个他俩的一个负类 是这样的一系统关系 这话咱们叫的 CK CK 这个类也是一个model 是作为这两个的负类 所以作为这两个负类 所以我们在这个里边处理上传 使用公用的这两部分 那删除网数据库添加和删除 那又是使用这两个功用的部分 是这个 所以这是这个 两个模块的一个结构关系 两个模块的结构关系 当然处理过程前面 我是给大家手中写过的 那比如说 如果是文章的话 就是上传添加的话 先把这个文章内容整理完 因为有工具的话 工具处理的时候 咱们是把什么文章内容 这个事件 它不用不转成实体化过滤 因为这个工具本身 就是将它实体化过的 所以不能两层实体化 所以呢 这话是前面都说过一个重点 然后如果这个地方 嗯 这话 如果什么 如果添加的时候 维基平文章添加的时候 有图片 那么我们才处理这个图片 把图片放到跟文章ID 相同的目录下 因为传过了一个文章的ID 然后再把文章中的 原来传到临时目录下的 换到这个ID下面 将文章 将那个图片在临时目录下 再换到什么 嗯 再换到这个ID下面 所以文章内容中的位置换了 那真正的图片位置也换了 所以这两条 再把塞约速度清空 就可以了 然后再用更新 将文章内容重新更新进去 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 你看一下咱前面有一个视频 重点讲过这个X怎么用 只不过咱们这些课讲的就是 他们的一个 呃 类的一个关系 怎么去结合 在马上前面这个 我就前面给大家 手写设置过的 然后别忘了一个前缀 或者是一个目录 那我这里边选的前缀 什么意思呢 如果他们两个上传图片 都是在哪呢 都是在 你看啊 比如说 这个都是在public下面 在upload下面 如果你都是不加前缀 都是以文章为ID的话 因为公告的ID和文章的ID 有可能相同 那相同的话 有可能你就会把什么 就会把图片 图片和文章图片放在一起 这样的话删除文章的时候 那有可能把这个目录删了 或者删除公告 把这个目录删了 所以你有两种选择 要么在这个里边 你做这样的结构 建立两个目录 一个是 你可以使用程序设置 你可以自己想啊 RTICLE 文章的目录 一个是 什么 NOTIC 这两个目录 然后呢 这里边 文章里边 一篇文章的 比如说13篇文章的 那图片存在这里边 对于15篇文章 有图片的存在这里边 那公告里边也是一样的 就可以不从名了 你里边 比如说 他有一篇13的文章存在这里 13 ID13的公告放在这里边 比如说22的公告放在这里边 这样的话就不重复 我建议你使用这样两个目录的形式 那咱们这是教学例子 那咱们用的就是 以前坠的方式 这样的话 比如说文章也有45的 公告也有45的 那删除的时候呢 两个目录就是不重复了 就可以做到不重复去设置 就是这个 建议你使用这种目录的结构啊 因为咱教学例子 我没那么去维护 完全做成合理的 因为你要是合理的 据反例的话 大家有可能听不太明白 这是这个 那删除这个文章的时候 也删除这个 你看前缀 如果前缀是空 你公告是有前缀的 如果前缀是空 说明是文章 那删除文章的时候呢 咱这里边也是删除文章的评论呢 文章的一些动作之类的 然后清除这个下边文章 下边对应的什么 这个目录 也就是这个图片下边的东西 也全部删除等等 所以删除和添加这个 都是公用的部分 你主要看的结构 代码上的到好研究了 前面都是咱们说过 是你是写过的内容 所以这是一个添加文章的 一个处理的重点 否则如果没有这膝盖器 膝开actor的话 添加文章的话 那你其实就跟正常的增长改查一样 所以这里边处理 这部分是复杂的 所以大家需要多研究一下 其他地方倒没什么 然后还有缓动片管理 这个大家都问我 那缓动片管理 缓动会单独作为一篇行不行 也可以 因为缓动片 咱们就是内容管理是主要 咱们的系统是对于文章 作为主要的内容管理 而缓动片呢 就是需要把一些文章 设置成缓动片 让别人重点去关注这几个文章 起到一种广告的效果 那他单独的话 发布一个文章 把它发生成缓动片 行不行呢 也可以 那这里边我采用的模式是什么呢 是在管理文章的时候 比如说文章中文件数据 在你可如果把它做成缓动片的话 你在修改的时候 我这里边多了一个按钮 看一下设置成缓动片 然后加一个缓动片的图片 比如说放一个蘑菇这个 那失效时间什么呢 你不添加的话 就是永久在这做缓动片 你要加这个的话 比如说 现在是13年 假如30号 比如说我到这会儿 到2月8号 那就缓动片 就播放这么长时间 添加 那我现在到网站的首页 你看一下 文件处理管理 就有这个篇文章了 当然了 你可以在管理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顺序上的问题 你可以对他进行什么 进行一些排序 刚才就是唯一的重点就是 你想把已经添加好的文章 设置的缓动片 那就在这个文章修改的时候设置 或者在添加的时候 直接就有一个设置 一个按钮都可以 你要单独以这个管理 比如添加缓动片 那你就要重复添加一篇这篇文章 或者是把那篇文章ID 所以都可以做 两种方式都行 那管理的话 你可以显示一下顺序 更新 那咱们那里边最多显示六个 最多让它显示六个 多的话 让它不去显示 这是缓动片 然后又改变顺序 都是前面说过的 所以呢 咱们项目做多的时候呢 大部分功能 大部分功能都是相同的 比如说咱们后台系统 相同的地方 咱们说了很多了 首先增生改查 几乎都相同的 你像这种显示 不显示 无限到期的 和咱们这里边的添加公告 就是管理公告 都很类似 然后排序 这个排序和管理有情连接的排序 还有咱们这块的 你看管理栏目的排序 都有相同的功能 对吧 然后你看这里边的分页 内容管理 比如说文章的分页 然后像是管理图片的分页 都很类似 所以做任何一项目 只要了解业务流的话 技术本身上难度都不大 只要根据不同业务流 有不同的设置就行 大部分功能都是相同的 那咱们这个演示项目的后台呢 咱们涉及到了咱们成员开发中的各个方面 包括前面咱们用到的 像基本设置的文件管理 无限分类管理 分页排序啊 等等的增判改查呀 权限呢 对吧 虽然系统不大 但是用到的功能很多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编写代码的时候 你可以参考这个结构 但是注意一点 我这里边有好多是教学中用到的反例 不要认为里边每一部分都是啊 呃 老师写的或者这个东西都是非常标准的 不是 有一些反例一定要记住 所以呢 这些反例我在讲的时候呢 已经跟大家都说了 哪些东西是反例 所以写的时候要改正过来 这样才能写成一个尽量标准的东西 不是说每个人写的东西都是 唯一的标准的 不是这样的 只要程序最后结果出来 那都是合理的 只是有的不太合理的时候 效率会稍差一些 但大体上都是一样的 那 呃 这节课咱们到这呢 就是咱们的整个后台呃 的一些结构就交到这了 因为代码就是摆在那里呢 你可以去自己去呃 花一些时间去研究一下 最主要的是一个结构 设计者的一个思路是什么样的 了解这些东西在参考代码 我相信大家就能把它呃弄得非常清楚 而不是说呃把时间浪费在看到我呃 在我之后如果我录一个视频就一条条代码敲的话 那这存储是浪费时间 好吧 这就是后台的那下节课呢咱们来呃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前台的一些结构 因为前台呃 无非就两种结构 一个是呃 内容展示 一个是个人中心 就两个结构 就是把后台关联内容展示一下 和个人中心收藏一下 两个目的 在前台呢 控制器上就不像后台合理的 就是控制器上分的很像 很详细 模块划分的很清楚 而前台呢 咱尽量将模块全是反例打反的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呢 就先这样到这里 人生自古 谁无死 来生再学 PAP 孙当作人爵 死一学 PAP 垂死兵中 金座起 今天还要学PAP 少壮不学PAP 老大图上位 洛阳亲友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PAP 春远不学巧 处处学PAP 在天院做礼物 在地月学 西区PAP 重力寻踏 千百度 不常回首 那人正在学PAP 是PAP 哇哦 是 绝大 宝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